關注地下層 農民沒有土地可以更做 哪來的農作物 哪來的糧食 其實我們老家就在這邊隔壁 以前是三合院 现在它是有一些改建 我们从小就在这边长大 所以说对这块土地来讲 我们都很熟悉 从以前没有高铁到现在有高铁 整个的变化的差异 实在是差太多了 那我之前在104年的时候 我就去上一个课 叫KKF自然农法 那他们那时候就用益生菌 菌水 那微生物菌来去做一个栽种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想要这样做 只是想说我们先试种种看 我能不能在这个环境里面 让它改变我们的做法 那到后面的时候是觉得说 如果说我不去做它永远 就是没有 再来一个就是我们农业的永续经营 你才可以说把这块土地 流传给你的下一代 那时候我就想说 那是不是有机会 我们就把它叫一个永哥农庄 来结合一下活动 让大家来了解这一块 顺便也推广一下我们的农产品 办一些农事的活动 插阳割道 种芥菜啦 做酸菜 才要结合一下农村农季的控油 把这个活动带出来之后才发现到蛮多人 蛮喜好这个田园生活 那我们这边高铁战区以前这整块土地呢都是农地嘛 整个都是种稻子的地方 好 再来一个就是我们这边有个冠冠水郡 在日据时代 他们就做得很好 为什么做得很好 因为这块土地很肥沃啊 就是适合种植稻米啊 工业在怎么进步 科技在怎么进步 你还是离不开吃啊 民以食为天啊 一味的一直征收征收 很像也不对吧 那我们也是想说 我祖父那么辛苦的打拼下来的土地 买下来土壁 就剩下这些了 在高铁战区已经都没有了 以前高铁战区很多耶 我们家族的土地都在那边啊 对啊 那现在只剩下这里了 那我们也很想要保留下来啊 我现在做的部分来讲 做我该做的事情 做我想要做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呢 要有一点意义的是什么 对自己要有点负责 对大众也有点负责 你的永续的经营的方式 再来就是 你会得到大家的认同的时候 那种快乐不是用金钱来买得到 现在在收着 有啊我也有啊 你没用了 我没用了 你没有赖啊 麻烦来赖咯 我没有赖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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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赖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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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